有没有发现我们到现在还没跟你提一个话题 就是缺水的问题 今天的G7 Plus 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局的局长证明点 在脸书上面所发出的美与指标图 那这个图上面包含红线跟蓝线 在5月21号的时候都有正值的趋势 因此可能会出现显著的降雨 不过在此之前台中还是有里长出招了 他们推出的炮汤团 而且还跟麒麟风温泉来合作 让里民可以用150块钱这样子的佛心价来泡汤灌洗 而另外金华酒店旁边过去国际精品品牌林立 而且还有精品街之称 不过最近这几年品项测店 再加上这个地方的老屋墙面军裂 让巷内其中一个四楼的老公寓决定 秀为老重建 其中有地主连同原有的产权 可以分回大概两亿元的房地产 因此现在也被堪称是超级成功的投资 最后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的中国线上教学机构 跟谁学 日前在被加拿大的放空机构 辉雄研究院来放空 因此质疑该公司有现金流造假 费用虚报 甚至是教师资格造假的问题 而这个也是2020年5月以来第16次被放空 这个记录也有可能会创下现在目前当今的历史记录 不过接着我们要带您来看的是华为 华为在被美国制裁之后 现在自立自强的态势真的是越来越明显 他们在昨天表示他们要投资10亿美元 那接下来这个是一美元要来干嘛呢 要来研发自动驾驶 另外还有电动车的技术 他们主要的目标呢 是希望能够在未来跟Tesla 还有小米能够一较高下 而且呢华为的副董事 就与现在图卡上看到的徐直军 他甚至认为呢 自己公司的自动驾驶技术 已经比Tesla还要来得好 那其实除了自动驾驶之外呢 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 所以华为呢老早就在想办法 摆脱包含像是手机 包含像是晶片 还有5G领域等等的障碍 但是拜登呢在上任之后啊 他们现在要加强考虑的 除了你刚刚说的这三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半导体 那除了半导体之外呢 还有一些关键的技术 一些关键的竞争力 他们都希望呢 在最近这几年能够自行研发 不仅如此他们的野心还很大 他们现在呢还希望能够发展智慧农业 医疗保健 甚至就是先前提过的电动车 不过华为发展自家产业之外 刚刚提到副董事长 也就是你刚看到这个徐吉君 他现在呢也认为啊 全球闹晶片荒的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最近这两年 你美国对我中国的制裁 那他们现在呢 就把全球晶片的这个荒 全球晶片荒 归咎于美国的制裁这件事情 那不仅如此 他还坦言 依照现在目前华为的库存 可能他们自己 不会有很长的时间 可以维持这个出产量 那这样怎么开放 刚刚上面说的 这些电动车之类的呢 不过电动车呢 接下来真的是趋势 所以呢 晶片的产量 我们非常的关注 譬如说挪威 还有包含像你图卡上看到的荷兰 这两个国家呢 他们其实再过五年之后 他们就要开始禁止 贩售燃油车 然而到2030年呢 包含德国 包含比利时 包含英国 包含丹麦等等 也将会跟进 而另外呢 电动车的销售 也正以29%的速度 是快速的在攀升 那最后就是因为 现在目前这个大环境 所以各个车厂呢 也开始设立 所谓的大线 譬如说呢 你看通用汽车 通用汽车呢 他们现在所设立的大线呢 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 要全面转换成 电动车品牌 所以呢 现在每家企业呢 着眼于国际间呢 开始希望都可以 禁售燃油车来 推行电动车 所以各家车厂呢 都希望能够赶快跟进 避免未来被淘汰 那就因为这个缘故呢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业者 看准这个趋势 譬如说像是爱买 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图卡商爱买 他们呢 就已经导入了智慧充电 要准备来抢食商机 那除了爱买之外呢 包含奥迪 他们也攜手了 台湾的厂商 飞红科技 还有拓联科技 他们主要要来建构 所谓的充电供应链 最后呢 就是你看到的嘟嘟房 他们现在呢也布局打造 以后你停车呢 我就直接帮你充电 这样子的工娘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 大家已经是对电动车 这件事情 已经开始在布局 不过在充电布局之前 还是要先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现代全球大脑的晶片荒 因为这件事情 已经撼动了 美国产业领导的地位 那他们现在为了抗衡中国 所以美国总统拜登 亲自在白宫召开了 视讯会议 邀请全球半导体的大咖 集思广益 那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就是你现在在图卡上看到的 台积电的董事刘德英 可以看得出来呢 台湾在半导体界的重要性 不容忽视 不想被中国超越 美国总统拜登 在白宫连线全球半导体执行长 特别拿起金元当道具 拜登联手福特英特尔 以及三星的19家企业高层 讨论如何加强美国半导体产业链 其中最大亮点就是画面右上角的台积电 董事长刘德英 我们在研究和发展 工程中 我们必须踏入我们的资金 对此刘德英也表示台积电 有信心在凤凰城即将兴建的 5奈米先进晶元厂计划 在美国政府跨党派的合作下 将会成功 支持全球大闹晶片荒 包含通用汽车等大型车厂 都被迫部分停工 更可能导致今年汽车组装产量短缺128万辆 现在可能有旧型出现 英特尔正在跟汽车晶片供应商进行谈判 已在英特尔的工厂生产车用晶片 目标6到9个月内生产晶片 这张台积电等大厂租工 希望为这场晶片之在解操 三连新闻从韩报道